冬秋节开心烤肉 没想到贵八斗会 您看到这场烟火呢 是放到了居民都在炮轰 那么深夜12点多呢 高雄人物呢 没处巷弄 高空烟火呢 一处接着 一处不断的事发 那么邻居小孩呢 被吵醒 气炸 所以呢 双方理论发生口角差一点 变成肢体冲突 那么最后呢 还必须找来警察到现场协调 您看看当时的画面 烟火一发又一发炸出绚丽火花 也伴随巨大爆炸声响 中秋除了烤肉 难免手痒 想玩个烟火 但邻居被吵到受不了 冲出家门 想阻止 高雄人物区五合路上头 这时间点早已晚上12点多 大半夜了 你们想放烟火嗨 别人隔天去得上班 孩子也被吓醒 邻居气炸 上前理论 别人先放 为何我不能放 江的理直气壮 一度要爆发肢体冲突 旁人赶紧上前拉住 也惊动警方到场处理 两旁都是整排的透天明宅 晚上12点多了 还在聚个巷口燃放烟火 这么的潮 到底谁睡得着 而实际找到释放烟火这户人家 也还原当时的情况 朋友过来聚餐口肉 酒喝多了 越玩越嗨 放弃高空烟火助兴 惹来邻居不满 他们也感到不好意思 烟火吵杂 实在扰民 要放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 也难怪周边的邻居如此气愤 记者回文 刘喜文 高雄报道